7座SUV我们最近试很多 今次试这部严格来说它不是全新的车 因为它在日本已经推出了一段日子 它就是CX-8 它的官方定位就是CX-5和CX-9之间 现在来到香港的价钱就是359888 这个价钱便宜过CX-910万 也比CRV便宜 究竟它的空间和设备是怎样的呢 铁下去合不合格呢 看遮之前提醒大家 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立刻通知大家看 还有我们有Facebook Page Facebook Drivers Club 还有IG like 全它们就有很多东西看了 曼士德在2016年宣布旗下MPV再无后计车 即是包括曼士德5Primacy 曼士德8MPV和Bianti都没有了 资源就会投放在CX-8身上 到2017年底 CX-8就正式推出了 当时是一个日本限定的型号 是曼士德的日本旗舰车 日本是没有卖CX-9 去到2018年中 CX-8进军海外市场 外销到中国、澳洲、纽西兰 和东南亚很多国家 今年2020年 终于来到香港了 CX-9会继续卖 继续是香港的旗舰车 一坐到进来这个车厢 感觉就真的像是似曾相识 因为你看到前面整个设计 都跟CX-5非常接近 不如我们现在数一下有什么配备 看到前面有个Head-up Display 电子标板 这里有个电暖带 有Sport 键 有电子手键 Auto Hold 功能 另外也有一些安全辅助的系统 例如智能头灯、防过线 我们来看看这个屏幕 其实它是一个8吋的touch screen 现在看回你会觉得 好像有些过时的设计 例如CX-30那些 现在是用8.8吋 但留意一下 虽然样子是酷点 但现在新款是没有touch的 因为曼士德就说 touch是会令到驾驶者很分心 所以用实体键 可以比较专心驾驶 现在这个屏幕 你可以用到360的镜头 前后镜头、前后感触器 官方就说是支持Apple CarPlay 其实我刚才自己试过 Android Auto也是用到的 但就不能够像Apple CarPlay 用它的touch 必须用下方的扭扭去控制 有时你要看地图 Zoom近 就没那么方便了 不如我们讲一下这张椅子吧 它是电子调校 有两组记忆 除了暖凳的功能 也有送风 我刚才也试过 有三段调校 第一次用会觉得好像很奇怪 有点阴风阵阵阵 但用久了觉得整个人透心凉 是挺正的 最后还要讲到天窗 其实这个天窗 就有点小的 老实说 我问过代理 他们就说 因为曼士德 一向就是重视驾驶感 所以天窗就没办法做太大 因为太大就会太重 就会影响你的handling 这部车有两个版本 但这两个版本 iPlus和iSpecial之间 只欠一套Bose的音响 价格是8800元 其实这部真的算是大车 因为它有4.9米长 只不过短CX9 175mm 所以跟之前试过的CRV Tiguan Allspace 这部车都是大一个码 即是已经去到X5 XC90那类的尺寸了 我坐下来 无论是头位 脚位都非常充足 这张椅子是要赚一赚的 因为我觉得它很软软软 而且你看到皮的质 质是很滑的 感觉是比较高级 这里中间有个冷气的小面板 可以转暖椅 不过天气这么热 就真的不要搞了 有两个出风口 你是不是觉得欠了点东西 因为少了USB USB就是在这里 刚才测试过 万一中间坐着的人 这条线也更加上来 可以充电 不如坐中间的位试试 这个位很明显 其实就坐高了一节 正常新型的人应该会顶头 虽然前面这个面板不会顶脚 但因為這個中軸槽的位置都凸得挺高的 還有腳可能就要旁邊兩位朋友張就一下 我想這個尾牌我數一數而坐過最闊落 其實我前面還有1 2 3 3個拳頭 頭頂正常常都有一個半拳頭 但我就算可以 因為廠方說這個尾牌是做給170cm的人坐的 我想高一點應該都頂了 但腳位是沒問題的 因為腳可以收在前座位 旁邊也算是鬆動的 這裡有兩個杯架 座位兩邊 兩邊有兩個USB 即是整架車總共有6個USB 座椅的確是挺軟熟的 行駛的時候坐後排也算是舒服的 我想我可以坐到半個小時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它側窗不算特別小 都叫做standard size 這架車如果要我總結它的後排 有一個好處 一個壞處 好處就是它的門因為開得很大 可以接近90度 所以你看到我剛才上來的時候都輕鬆的 不用擔心會頂頭或屈屈屈 這個是要讚的 壞處就是它後面沒有出風口 所以會覺得有點焦 有一個值得原諒的點 就是因為它中排有兩個出風口 開到最大的話 你會感覺到風在腳上湧上來 尚算感覺到空氣有些流動 不會想吐 咦 我們說到尾箱了 它這個是一個電尾門 有記憶的功能 看到現在尾牌就全部平了 其實都拉得挺平的 尾箱有個挺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旁邊的亮度偷到一個小空間 下面還有些位置可以放置 如果連中排都放下 就擁有一個很可觀很實用的空間 應該放單車都沒甚麼問題 好 剛才Luby說了一大輪的車 空間和設備都給你說了 我現在終於加入了 現在車正在動 動作有別的東西要說 對 我一坐進來 第一個感覺就是 冷氣很涼 舒服了 加上這張椅子的冷風 這個冷風真是一流 猛鳥 其實坐了一會 我覺得這輛車都頗安靜 因為車廂空間這麼大 通常都會很容易有共鳴聲 或者放大了一些閘聲 我們現在在北潭沖這裡走 雖然這裡交通不太繁忙 但路面亦不算特別漂亮 我覺得車身上半部隔音是很棒的 車身的底部亦不算很重 只是給油時有些引擎聲 對 引擎聲也有一點 不算太難聽 我覺得可以接受 懸掛 你覺得如何呢 同一向的萬事得 都是這樣的 都是有些歐洲車的感覺 因為你覺得整件事都是紮實的 很爽的 不會有些日本車 這樣慢慢沾過去 亦不會有些好像坐船的感覺 其實它的行程不算太長 對 以一個這麼高身的車來說 行程真的比較短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而且反應起伏是快的 那你覺得這車是否浪漫呢 說不浪漫是騙你的 我覺得它有差不多高度 又差不多肥仔 有一定左右的擺動是正常的 我覺得不算過份 不如讓我駕駛一下好嗎 好啊 鏡頭一轉突然間 我坐在這個位置 讓我駕駛一下吧 Lumi姐 嘩 別這樣說了 上次你在雜誌試車線 那天我拿車出來拍照 我走大汽毛山 我覺得如果在動力上 我的評價是一半而已 194匹2.5NA 你也會說 其實它跟CX-9是尺寸有點接近的 CX-9是2.5 但又Turbo 那一輛就爽一點了 因為大污山的波段又轉得密 又斜 又想又下 對 好像力水是差一點的 今次呢 今次走這些不彈衝 就沒有那麼尺寸 亦有些波段可以走高一點 即是四波五波都走得到 我覺得還不錯 引擎的力量 我覺得正常 合格的 波箱不算很笨 六速自動波 正常的六速自動波 萬事得一向都不會搞CVT 六速自動波是很堅持的 始終都要有多一點實在的傳動感覺 是 這方面我也欣賞 整個POWERTRAIN 即無論是引擎 波箱 老實說不是很高分數 但今次我的印象是OK的 合格的 七個人坐滿了 我就不知道行不行 還有我想補充一點 上次我們試了GLB Discovery Sport 試試GLB時 我就覺得駕駛得很輕鬆 因為唐軚很輕 但這堂軚我覺得 好像又有一點感覺 這堂軚就好一點 都是輕的 但它的反應是很Smooth 即有些軚是很快的 有時你駕駛歐洲車 Audi 有些是快的 駕駛慣了你會覺得很舒服 很爽 這堂軚比較自然 它不至於很快 但動作很滑 你很容易適應到扭多少 鬆多少 這種反而有一點 真的駕駛車的感覺 總之這方面是很厲害的 但你真的要很快 彎速要高的時候 就不太適合它 始終它頭軚 欠了四驅這個模糊 還有重心真的高 當你一扭那個快彎的時候 它雖然說行程不長 但也真的壓下去 靠對頭軚扯著走 是比較辛苦的 不要這樣虐待它 對 無謂 你坐七個人這麼大車 開心心的 對 其實同級有沒有車 如果你很嚴格地用長度去比較的話 就真的好像沒有 已經去到X5 還有GLE那些貴價 出80萬的車 那好像不是同級 這輛30多 對 Sorrento 也沒有這麼大 Sorrento 4.8 Sorrento 比較接近一點 Sorrento 30萬 但我記得Sorrento的尾座沒有這麼高 而且用料不夠 這輛是比較漂亮的 可能其他人會想一下 Santa Fe 或Outlander Outlander很便宜 Santa Fe 我也沒有駕駛過 Santa Fe 挺好的 裡面的東西漂亮 Power 和Handling 如果10分我都可以給到6至7分 即是合格有餘 Above Average 還有CR-V 不過CR-V有4 以往人覺得CX9是偏貴 其實是不是偏貴呢 我不肯定50多萬 但人們覺得50多萬買的 萬事得就偏貴 感覺上還有很多選擇 現在出了一輛便宜了一大堆 10萬 我覺得也有些市場 始終7座位在香港也有市場 最初你都說我們這陣子嘗試7座SUV 很多 原因是因為真的翻了很多7座SUV 而且香港人都頗喜歡賣 前陣子我們拍了一段影片 就是GLB對Discovery Sport 如果大家還有甚麼 想我們做的比拼 不妨在影片中留言 我們盡量安排 最喜歡聽聞 而是我們TOKIE 到時試給大家看